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開箱我妹的 銀色14 Pro 今天就是首發日 然後真的熱騰騰 我剛剛下去 然後PC Home的車才剛到 就我妹在PC Home買的 然後我的話呢 我今天早上才在6點的時候在官網搶到 然後 可能要禮拜天才會去拿 因為我只有想到禮拜天的指引時間 所以 不知道 有些人說可以提早拿 但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去 還不確定 然後他買了銀色 我買是黑色 對 我原本想要那種特殊色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來沒買過黑白的Miphone 但是呢 等一下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PC Home的套子拆掉 但是這一次的紫色呢 我就是非常不喜歡紫色 所以我就不行 然後這個銀白色我其實也不太喜歡他邊框的銀色 然後金色我也覺得整個金色不好看 就是看起來舊舊的 就是網路上的照片的話 OK 好 趕快來開一下 好美喔 其實還蠻美的耶 我該不會後悔了吧 OMG 可以看到這一次的鏡頭就是很凸耶 你看 超凸的 OMG 整個就是整個高級感啊 每次新的iPhone就整個 讚 然後來來來 小心小心 這是我妹的 OK OK 好 這邊整個可以像鏡子在用耶 啊 我的指紋 你看 指紋會印上 可能會印上去 OK 來囉 來囉 哇 可以看到這邊 動態倒在這邊 一個驚嘆號 好 那盒子的部分就是一個 這種 線 然後 這邊說明書嗎 然後跟一個貼紙 一個針 貼紙 可以幫你把水分裂 把水分裂 噴露 把水分裂 在去 在一起 這個水分裂 最後最後來跟i11就是我現在手機來比一下大小 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來看它鏡頭的 哇它真的比i11塗很多 所以大家買殼可能要買就是有包鏡頭的或是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好今天的開箱就先到這邊 因為我的還沒來我不敢開機 祝大家趕快拿到手機 加油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換iOS 16 iO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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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很美欸 瘋掉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